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各位收看财科暗战 我是章涛 今天亦是章涛投资日记第四集 上一集我们有很多黑暗事件 好笑 我不小心动用了DCA那边的本金 买多了BTCU的部份 为什么我会这么黑暗呢? 话说那天我刚刚下机到英国 都没过JACK LACK 趕着快拍片 所以是懵懵的 懵懵了两天 这两天我在英国走很多路 每天都走二万步 因为现在有新的游戏 Move to Earn Step End 无谓浪费了我这些能量 大家看到这几天升得很厉害 这个GMT的币也是它的Governance Token 我非常不小心地在过几时 把我的GMT卖光了 有点后悔 看看可不可以通过我走很多路 然后赚回一些币 首先我要用我的SOL 先买一双波鞋 今天已经完成了 幸好有李奥的帮忙 我也买入了Step End的波鞋 所以过几天可以和大家报告一下 是否真的走路可以赚到钱 不过我经常对于这些 Move to Earn 这些 就是Play to Earn Move to Earn 这些东西 我经常有点保留 我觉得这些未必撑到很久 大家三分钟热度 最后你也是租给别人玩 就像我去年 XC Infinity 我也算是玩过 然后后来没什么心机 就给别人玩 就是租给别人 收益就少了 币价跌了一点 大家是不了了之 看看这个Step End Move to Earn 会不会做得更好 当然我这几天也会研究一下 它的Tokenomics 它的经济内循环 看看这东西是否有前景 到时再和大家做一个小报告 好了 回到我们《张图投资日记》的内容 DCA 部份不用说了 每天每六个小时买入$180 就能让它一直滚了 双币投资方面 我们用Matrixport的产品 上次两边都买了 BTC双币和BTC Yield双币 其实说破了 这是什么产品呢? 其实就是 你卖一个Put Option 或者卖一个Call Option 好了 我们上一次买入了BTC双币 就是挂欧价41,000 两天 因为没有超过41,000 所以我们收了息 收回BTC的息 另外我们也买了BTC Yield 挂欧价是4万元 早几个小时 结算的时候也没有跌穿4万元 所以我们收了USDC的息 现在我拿着这些BTC和USDC 我又可以做些什么选择呢? 看看我们的螢幕上 我打算买入4万元挂欧价的BTC双币 我想买入三日期的产品 因为三日期是125% 挂欧价也是4万元 和我买入价是一样的 如果它是升穿4万元的话 我便会以4万元买出 当然中间是有息的 有三日期的都不错 所以我就会按 我便买入这个产品 虽知道这里显示出来 虽然我上次赚这些散字 但这里只可以显示 少数点后的两个位置 所以我只可以买入0.24% 后面那些我唯有存起 我便买入三日的产品 好了 买入了之后 我们回到当时还有BTC yield 我们收回利息 即是上次Halloc的位置 Halloc的位置 我计算一下 其实只有10683元 所以我们会买同样的价钱 我便打算买三日的挂欧价 4万元到22日 如果挂欧价高于4万元的话 我们便收息了 所以我买入10683元 购买便可以了 好 4月22日回来 我们便会看看结果 究竟我们是收了BTC 还是收了USDC 好了 我们来到Osmosis 我开开一个KEPA币 现在我们同样收到 10.688多的Osmo 我们今次怎样用Osmo 上一次我说 Luna短时间内 也做了多少次 所以我博反弹 大概$81左右的价钱 买入了Luna 似乎我博对了 因为Luna在过去两天 差不多升了10% 我现在有Osmo 还有Atom未用 以及小量的Luna 现在我打算如何 我觉得小量价还存在 所以我认为 我可以再用10.680的Osmo 去再买Luna 所以我去trade 选回Osmo 我又买入了少少Luna 到了Assets这个位置 我们看到第一次 即是5日前 开始《张图投资日记》的时候 我们已经买了一些Atom 当时的Atom是未用的 一直都未用的 原因是因为我们买入之后 价钱一直做得不太好 对吧? 就害怕吃虧 但现在一直限制住 也不是办法 所以我们回到CoinGecko 看看Cosmos系列的一众币 现在的表现是如何? 我们看看Atom 我们当时买入是24.9 现在跌了少少 现在跌了少少 有没有一些币 是我认为可以用Atom 买了它? 我觉得用我们部分的Atom 去买入少量的Ion 因为Ion这一款 最近跌得很深 7日跌了21% 其实它在Cosmos系统里面 似是一个Cosmos的Bitcoin 你当它是 总发行量只有21,000个 其实是长远来说真的挺好的 不过短期似乎是受压 大家看看它的价钱表现 一直在插水 也有一些网友留言 这个东西一直在插水 为什么要买呢? 我觉得有些东西 我会看比较中长线 中长线不是说几年 大家注意 我们只是说可能是半年左右 半年左右 在整个crypto世界里 已经叫中长线了 如果说很长线来说 始终都是说那两只 就是BTC和ETH 再稍为第三位 可能是Atom 这三只都是我们目前持货量比较多的crypto 好了 所以我现在来到osmosis 我又去trade了 trade的时候 我手上已经有这些Atom 我会解回Iron 我买多少呢? 我买一半 好了,完成了 剩下还有99点多 差不多100粒的Atom 我是未有行动的 我觉得这两天 Atom可能会做好一点 做好一点的话 可能我会放下其他的Pool 或者做其他的Trade 到时候再更新一下大家 另外也有网友留言 其实现在最好的策略 就是把它转到USD 然后放入Anger Protocol里 收到19点多的利息 这个是否好呢? 其实是真的不错的 不过有两个问题 第一,这个策略 其实就是说 你看不到其他的crypto 那我们放在稳定币里收息 imply是这个意思 问题就是5月份的时候 Anger Protocol是有可能会减息的 还有我觉得既然和大家玩得这个游戏 做得这个投资日记的话 不如有诚意一点点 把它试试转做其他的代币 看看会不会有更加可观的升幅 因为年利率19% 听起来很高 但我拆开做一个月 因为这个游戏我们玩一个月而已 一个月的话 其实也不是很多 如果我们有些运气 配合一些功课的话 我觉得跑赢Anchor一个月 我觉得是做得到的 所以进取一点 希望它有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大家如果是第一次看 张图投资日记的话 那我们还有时间的 你可以在这里猜猜 哪一个投资的方法 是一个月的回报最高的 大家也可以把你猜的答案 写在我们留言区 当然不要只是写1、2、3 是写你的看法 我们便会选出 猜中的20位朋友 送出我平常常穿着 这些虚拟货币 作为一个礼物 好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分享 这几天我会试试玩这个step end 因为我已经成功买入了 我第一队的NFT波鞋 我今天会拿它来走路 看看能不能赚到虚拟货币 过两天后再跟大家报告一下 多谢各位 记得like、share、subscribe 拜拜